文老他遭人射击 一步步走向深渊 最后 他破了门规 起了贪念 却也独自背上 洛家庄血案的罪名 只能眼睁睁看着苏家 重掌上回 一步步力稳跟起 而作为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 令尊大人 他行此伤天害理之时 难道不怕半夜里 被恶鬼拍门吗 不准侮辱家父 你入城以来 我始终与你为善 你不要得寸矜持 误以为我软弱可欺 所有证据 一件件皆摆在面前 整场骑局获益最大的人是谁 只能是你们苏家 大道可以鸣灭天亮 公子祥 我看 你与苏家的缘分已尽 请编门 你到底是谁 你猜得到的 你不知道我来噩�了 我这下一个疚伤的 我最不得的 你不得了 你肯定是谁 我好疯了 你肯定是谁